寒点蛋仔岛被官方删除的道具 他们每一个我都很想念 快叫上蛋搭子一起来看看 首先来看第一个被删除的道具 它的名字叫冰淇淋炸弹 如果你还记得冰淇淋炸弹这个老道具 那么请为我们的老朋友冰淇淋炸弹点的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冰淇淋炸弹丢出去后 会对蛋仔岛上被砸中的蛋仔造成冰冻效果 当玩家蛋仔靠近冰淇淋炸弹 就会把它捡起来 此时在我们的道具栏 官方就会提示 冰淇淋炸弹是蓝色的 已经被蛋仔拿在了手中 现在丢出去被冰淇淋炸弹砸中的蛋仔 会被冰冻变成冰块 而曾经冰淇淋炸弹的位置 就在摩天轮的右下角 冰淇淋餐车的正前方放置着 可是随着新版本蛋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摩天轮的右下角 已经没有冰淇淋炸弹了 它被永久删除了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第二个被官方删除的道具 它是老版本 蛋仔岛天空中的巨型黄色五角星 曾经它的位置 在蓝色摩天轮的左下角 玩家蛋仔 借助巨型黄色五角星下方的喷射热气流 就可以上到巨型黄色五角星的上方 站在巨型黄色五角星蛋仔 无受重力的控制 能看到蛋仔岛天地颠倒以后的样子 可是随着新版本蛋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摩天轮的左下角 已经没有巨型黄色五角星在天空中了 小伙伴们 巨型黄色五角星和冰淇淋炸弹 已经被官方删除 在未来的日子中 可能希望这两个道具 重新回到蛋仔岛吗